大家好,欢迎收看10月21日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王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预计将在110年4月在花莲举行 那么21日花莲第一信用合作社和第二信用合作社 则是分别赠送了30万元给些花莲县政府 那么由县长徐真卫来代表接受并颁发感谢状 并期盼明年的全中运能够有顺利进行 并预祝花莲的选手能有好的表现 110年全国运动会日前在新北市如火如荼进行 而睽违近18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预计将于2022年4月在花莲举行 21日上午和下午 花莲第一信用合作社和第二信用合作社 分别捐赠30万元于花莲县府投注在明年全中运 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善尽地方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祝福花莲县府能顺利举办 以及花莲运动好手能有好的表现 花莲县府表示 相关局处已展开各项事前筹备工作 未来将会有更完备标准的比赛场地 提供给民众和选手 届时预计将有全国22县市之国高中组队参赛 对职员人数约18000人 总计22种竞赛种类 包含田径游泳龙舟等项目 要让民众拥有最优质的赛事体验 接着讲包含华临时报导